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学堂,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若,坐在我身边的也是大家的老叔人老郭 哈喽,大家好 我说郭老师,我这问题还没给我解决呢 没有解决是吧 对呀,上一课讲了一个手势,就讲了一个单机的那个,我想问的那个放大缩小,这还没给我讲呢 今天是不是办学费已经交了是吧 对呀,刚交完了 交完学费的感客给你讲 那么今天呢,我正式来讲这个有关这个,你说那个捏合呀,或者旋转呀,其实后边还有很多啊,既然你学费教了 后边就不给你提学费这事了,是吧,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捏合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处理的其实是两个点,两个点 我判断两个点的一个距离 如果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变大了,我就是放大 如果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缩小的,那我就是缩小 那么这个旋转呢,其实它有一个轴,我们一般旋转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东西把它盯住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呢,过去对它进行旋转,那么基本的思路是这样的 它里边呢,有两个就是,捏合的叫什么,pinch 那么这个旋转呢,当然就是rotation 那么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两个,如何实现这个捏合和这个旋转 打开我们的scode,继续去新建predict 这个是15-02,对吧 下一步,然后是,那么在这呢,我们给它找一张图片过来吧,是吧 那么既然你那个项目都是一个张图片呢,我们就给它找一张图片 在这个界面上添加一个image6 添加一个图片视图,好吧 这个太大了,我们给它改一下这个尺寸,宽度是200,高度是200 OK,可以适当的给它放大一下,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没有放到,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手势给它进行放大或者缩小,对吧 添加张图片,然后呢添加张图片赋予当前这个image6 好,当前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现在呢,想给这张图片加一个什么呀 给它添加一个手势,对吧 打开我们的作数编辑器 那么在这呢,我们就针对这张图片呢,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叫manimage OK,那么下面呢,我们切换到代码编辑器 然后呢,打开我们这个代码来看一下 依然是在我们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创建什么呀 un,刚才我们就叫什么呀 pinch,这个什么在词是吧 pinch,那么就等于这个 uipinch,alloc,后边是initwithtargetself 后边是一个atselector 这里边就是pinch OK,那么后边在这呢,我们添加一个方法 汇调方法就是pinch冒号 这里边的参数就是uipinch 这个参数,param,一个参数 OK,那么接下来要添加吧 self里边的view里边有什么add 这个zester就是我们pinch,那么现在呢 我们创建了它,并且给它添加好了 接下来,看我们在这里下 我们去找出这个类 就是pinch,zester,recognizer里边 它有哪些属性 这里边其实啊,我们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初始接触的你这个距离 然后那个skill,或者是最后touch的时间 就是速度,开始的速度 那么缩放的一个比例等等等等啊 下边其中这儿有一个什么呀 skill,这儿有一个叫velocity skill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缩放的一个比例 缩放比例,比如说skill等于2 就是放大两倍 如果skill等于0.5 那就是缩小两倍 嗯,懂得意思吧 嗯,下边还有一个是什么 velocity velocity就是速度 什么是速度呀 怎么样就算速度 我有一个距离 然后呢,除以一个时间 嗯,比如说从从这儿到那个上帝 呃,如果是保日节 那么到上帝呢,可能用上5分钟 嗯,如果有个窝人游跑到上帝 那可能好几天 嗯,那么这就是 它的这个怎么样呢 距离除以时间就算出来速度了 是吧,说说蜗牛走的比较慢 说的是什么呀 那么,哎,说的就是速度比较慢 是吧 嗯,那么下面我们只更改这个skill就行了 那么到这儿呢 既然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拿到当前这个skill skill是一个什么类型 我们去看看啊 刚才说这个skill应该是一个float类型的 那就是cdfloat 然后这个skill 就等于是吧 这个参数里边有这个skill这个参数 对吧 那么有了这个参数之后呢 下边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想给当前这个图片进行缩放 这个图片里边呢,其实有一个参数啊 叫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myimage里边有一个叫transform 这个就是一个转换 转换里边我们去看看 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叫射频转换 我们来看一下 叫cgfmtransform 嗯,其实它里边维护一个矩正 维护一个矩正 你修改矩正里边的一个坐标 它就会修改 这里边啊更详细 我不说啊,其实挺复杂的这里边 那么这里边,矩正里边我们可以创建 比如说你想搜换 你就创建这样一个射频转换 叫cgfmtransformmakeskill 告诉我xdo搜换多少 ydo搜换多少 懂得意思吧 嗯 那么在这呢,我们就给它指定这个参数 说是等于这个make 那么这里边把这个skill说 xdo和ydo搜换比例都是一致的 懂得意思吧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现在就齐了,是吧 那么写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说模拟器里边 我们不能执行这个啊 那么另外呢,我这个手机啊 由于我这个不是iPhone6啊 这个,所以说也不行啊 那咋办了 我想这个 我是还想把它放在这里边来 说现在只有iPhone6的手机才能用程序 是这样的吗 不是 哎,不是啊 那么在这我们可以 在这修一个叫deploy target 部署的一个目标的版本 我说我那系统是7.1的 嗯 把它改成这个了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 他说哎,你可以部署了 是amaker的iPhone啊 就是我叫amaker 就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跟随者 嗯 Maker是吧 是吧 创造要 创新 那么下边我们说 这个可能大家看不见 我先给大家来一个镜头 好吧 首先是已经部署到我们这个手机上面了 嗯 这个没看见是吧 小时候看看哎 出来了 这个刚才只是因为 嗯 小时候给证明一下 嗯 有没有 有有 让大家看看啊 那么现在要放大缩小 我说刚才看的这个大小了吧 嗯 我的这个说的特别小 看一下 嗯嗯 说现在缩小了 hello everyone 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进行放大啊 现在 放大了特别大 是不是刚才我们这个 放大缩小这个起作用了 对 哎,这个是不是你可以回去办你这个壁纸 这个项目进一步的完善一下 是吧 嗯 这个挺精致的 我觉得这个 是吧 这个壁纸这个项目是大有作为啊 那么除了旋转这个缩放小时候又说了这个 我还想旋转一下 说45度角这个看起来更漂亮 嗯 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呢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叫 刚才我们说的 在这一章里边我们最接着我们讲到的叫Rotition Rotition什么意思 旋转一下是吧 旋转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说一个视图里边可以添加多个怎么样 多个这种手势是吧 UiRotation在这儿 这就是Rotation 那么等于这个UiRotation 然后Allog后面是Init with一个TargetSelf 这个就是一个Selector选择器就是Rotate 动词是吧 那么你怎么选择呢 这个View里边按的一个Testor就是 这个是什么Rotation 那下面有这样一个方法就是VoidRotate 这里边是UiRotation这个手势 下边是Param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旋转其实跟刚才这个有点类似啊 旋转里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旋转角度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旋转Rotation手势里边 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参数叫这个Rotation 这个呢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角度 我们就拿到它CG float类型的R就等于什么呀 Param里边的Rotation 那么旋转角度怎么办呢 其实跟上边这个差不多 Sele里边的MyImage里边的Transform 这个CG Fan 摄屏转换里边的Transform Make一个Rotation 旋转角度就是这个R OK 看到了没有 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视图里边添加了两个手势 一个是我们这个什么缩放的 另外也是一个旋转的 那么现在是Command R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最终的一个运行效果 那么打开我们手机看一下 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 看到了吧 那么现在想旋转 那么现在怎么旋转 一般是一个手指放到某一个位置 另一个手指用一个轴是吧 那么旋转啊 说45度的角比较好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45度的角 是吧 那么这个旋转啊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那么刚才给大家讲到的就是两个手势 那么这个呢是整个啊 这个小若里边这个项目里边用到 就给大家这个说一说 学以致用是吧 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流程啊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步骤 第一个要怎么样 创建 就是创建这个手势 是吧 嗯 创建手势的同时 在里边 其实我们就创建了一个什么呀 这个 回调方法 这个回调方法 当手势 被触发的时候 它里边这个 selector 这个 就会被调用 嗯 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你要这个添加到试图 就是把当下这个手势添加到试图 把手势添加到试图 第三个是什么呀 第三个就是实现这个回调吧 嗯 实现这个回调 是吧 你这个到底具体啊 这个手势要做什么事情啊 下边就是你写业务逻辑的地方 嗯 你这个该怎么做 是吧 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开个玩笑说 这个手势不是我们打一个招呼 是吧 嗯 是下班了 哈喽再见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基本上是触屏手势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里边讲到的两个手势 一个是这个捏合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旋转的 那么有关这一节内容呢 你就讲那么多 嗯 那么我们这节课间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光老师我们就下期课再见吧 好 再见